大家捧场老灯开讲 各位朋友们好 大家好 我现在在旅游途中 经过一个大湖 这个湖很漂亮 就在这儿给大家开讲 大家也省得看我这张老脸 你们看这个风景就行了 这样壮丽的山河在加拿大很常见 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湖 我们这个地区是千湖之地 类似这样的湖太多太多了 就是随便找这样一个湖路过这里 坐下来给大家就随便这么讲一讲 先跟大家说 四川是卢定发生大地震 我看报道是6.8级 这场地震比较大 先向地震中过世的这些灾民 表示哀悼 他是我的通胞 我们这些民运所说的这些汉奸 不能见烈欣喜 说大陆有什么灾害了 我们就开心就高兴 不是那样的 死去的这些人都是我们骨肉相连的通胞 他们的去世 我们只能是很难过 但是这次地震只能说是天人感应 习派习近平 习包子 极左派 他们这样下折腾 搞动态清零 折腾中国 折腾百姓 一定会造成这样天人感应的这种后果 就像四人帮在76年 他们那样折腾 一场大地震终结他们 这就是天人感应 责任都在习近平 封楼又封城 都怪习近平 包子要连任 引发大地震 这都是习近平的责任 我看到报道 地震发生的时候 成都的那些高楼 就是严重的摇化 那些防疫的大白 竟然堵在楼门口 很多市民从楼里跑出来 躲避地震嘛 那么激烈的摇晃 大家肯定向外跑 但是这些毫无人性的大白 竟然堵住门口 还是强行封锁了那些什么逃生的消防通道 高喊什么不能聚集 不能发生什么交叉感染 不让大家出逃 那万一是灭绝性的大地震怎么办呢 万一楼一会塌了怎么办 所以说这些大白 这些反人性的 习派的执行习近平 动态清零的这些王八蛋们 你们是一点人性都没有 你们就是在杀人 真是什么 事可忍 灯不可忍 不得不骂你们了 这场地震 我在前两期节目里头 已经是做了预告了 我在节目里说的非常清楚 我在视频节目里 说的非常清楚 你们可以去看 我说过大汉之后 是肯定要引发大震 大汉之后有大震 我提醒了说国内的网民 四川的网民你们要注意安全 提醒了大家要注意地震 防范地震灾害 果然这个地震就发生了 这个倒不是说什么 我这个预测的有多准 主要这也是科学常识 这么大的干旱灾害 江南四川 肯定会引发这样的大规模的地震 我看网上也有网友说 是什么灯半仙呢 也差不多就是这次又说准了 又蒙对了 我就想起来袁阔成先生 评书艺术家讲那个水浒 水浒传 他是从石谦这个角度 讲的这个水浒传 古上枣石谦 古上枣石谦呢 在袁阔成先生讲 古上枣石谦是总装着他 能掐灰钻 有一次这个凉山坡的大队人马出征 即将进入一个山谷 这石谦往山谷里一看啊 向山谷的方向一看 马上就喊这个宋江啊 公民哥哥不好 前方山谷肯定有埋伏 这宋江也不信他的 结果就是大队人马就进山谷 果然当狼一声炮响了 官兵扶兵四起 这石谦就开心了高兴了 跟大伙说怎么样 现在还是我说的准吗 我说有埋伏 你不信 这不有埋伏了吗 然后就说石谦又说 这现在梁山坡啊 出了军师无用哥哥 恰恰算算的 现在就我石谦了 把李逵没气死 一斧子要劈了他 我这也是这次就是蒙对了 网上有网友贴出来 国内微博的一个照片 有一个网友呢 国内的一个网友 在七月底的时候 好像是七月二十八号 那个日期 他是提出了预告 他都没预告地震 他预告的是八月份 肯定是要封成都 说封完上海就要折腾成都 这个网友可能是也有渠道 也有爆料人给他提供这样的信息 说封完上海八月份就要封成都 果然是这样 所以说习派是真是左手放毒 右手清零 有的网友呢 已经揭露了他们这个阴谋 大家可以去看 去找那张照片 七月份就有人揭露 他们要封成都了 上一期视频呢 我提出来要搞三反运动 就反强制核酸 反封楼封户 反闭关锁国 国内的网友呢 实际上已经起来行动了 我看到武汉的市民冲出封锁 冲出这个封锁 这个封锁 大家聚集在那里 已经有人喊出来 反对核酸 不是反对强制核酸 就反对核酸 这个做核酸是非常荒唐的 这个有的市民呢 已经觉悟到了 已经喊出来了 大家要急急去配合 这个核酸真是非常荒唐 你看我今天又看到一张照片在网上 那个是在青海啊 那个大草原上也是那些藏族牧民啊 被政府强制的要求来做核酸 那些牧民排着大队在草原上 前面一个帐篷 一个白色帐篷 那个在这做核酸 排着大队来 本来这些牧民的都是分散在草原上的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感染的 什么这个新冠疫情 也要这样聚集来做核酸 反而容易传染 这不是很荒唐吗 本来不聚集的人 你把它非得弄到一起 这多荒唐的事情啊 非得让他做了做什么核酸 这反倒是容易传染 这不是非常荒唐吗 所以要反对这种强制核酸 这就是我们要开展的这个三反运动 张文宏医生好像又说话了 还是说不要再封城了 不要再封楼了 这样下去他一定会崩溃的 最近北京地毯医院的副院长好像也是一个病毒专家 他就说到这动态清零和这个奥米克戎这个病毒 他就说到奥米克戎病毒是非常轻症的 就是跟感冒一样啊 是用不着这样兴致动众的去啊去搞防疫运动 他这个讲话出了以后呢 马上就被删除了 不断的有良心的专家出来说这个事情 但是呢劝不住这个习派习包子这个放毒清零 因为这是他非法连任所需要的 暴露人呢今天又跟我有联系啊 我是在旅途中 他这个通过Signal再跟我联系啊 他只提了两点 他提到第一点呢 是李克强非常反对什么动态清零 用这种非理性的防疫运动去干扰经济运行 李克强是多次要在国务院常会上 提出来的把新冠疫情的降等 把他降到呢以及管理不说过多次了吗 他要就要在国务院会议上公布 但是习派呢习近平强力阻挠 李克强也是过于文弱了 到现在呢他不敢公开的废除 提出来要废除动态清零 但是呢爆料人跟我讲 二十大上李克强一定会公开宣布 结束非理性的防疫运动 全心全意的稳经济大盘 全心全意的高杆子开放 他说这是一定要做的 他说这是李克强一定会宣布的 一定会要施行的 爆料人还提到啊 说这两天呢有这个消息出来 说习近平要去哈斯克斯坦 要去访问 爆料人跟我说啊 说这次这个消息放出来 也是习派在有意的做运作啊 就是习近平要出访啊 但实际上呢 说这次出访是丁啊 是丁薛祥中办直接联系的哈斯克斯坦啊 托卡耶夫总统的办公室啊 这两个两个办公室两个办公厅之间联系的来确认这件事情啊 是根本不是通过外交渠道来确认的习近平的这次出访 说而且呢 政治局常委不同意习近平出访 说这次出访呢 很可能不会成行啊 大家再去观察 我们提到的还说到这次三反运动啊 大家一定要多多推广啊 真正的我们去做去实行 也不要怕 新东方的老总啊 余敏洪 他在视频上讲了一个故事 我觉得非常好啊 我要讲给大家啊 他说就是去年呢 在这个湖南高速公路上啊 说是那个一个收费站的那个栏杆发生故障就升不起来了啊 结果几万辆车就拦在那个高速公路上啊 没有一个人敢闯关敢闯过去 就大家就那么死整在那里啊 几个小时一天就这样大家在那等啊 结果说一个人喝醉了在车上等嘛 说有瓶酒 他索性在这等着也是等啊 他就在车里喝酒 喝醉了 他下去把那个栏杆那个抬起来了啊 这样大家呢 才都过去啊 最后说有记者采访这个抬起栏杆的这个人说 你怎么敢把那个栏杆打开 他说就是喝醉了 喝多了啊 结果大家就过去了啊 所以余敏洪讲的这个故事就非常有意义啊 我们的三反运动啊 反风楼风户 反强制核酸 反闭关锁国 也需要这样一这样一个甚至很多这种罪汉啊 就不要考虑太多啊 你把栏杆掀起来 大家自然你就过去了啊 我们把风楼风户的那些铁栅来冲开 我们自然就出去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就是要有这种先行者敢于牺牲的这种精神啊 不要总被说什么这个当年啊三个日本兵压了很多中国人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去屠杀这些人都不敢反抗 那今天我们也是啊 我成千上万的人被封锁小区里 被封锁的这个楼里 啊 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罪鬼的精神 我们敢于把那个门推开 我们敢把那个铁栅栏打开 我们不就走出去了吗 啊 有什么可怕的 有什么那么那么复杂的事情啊 习下礼上 民心所向 啊 大家看风景吧